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15集 几天以来 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 同时也在内心生腾起一种新的雄心壮志 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 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 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 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奸户 他暗暗下决心 明年他要理直气壮的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奸户们外出逛游的时候 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 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 他想回去以后 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三百型制砖机 多开几个烧砖窑 办他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 要迈出第一步 困难就很多 首先是资金问题 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 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 更不要说扩大生产 还得有其他花费 至于人手 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 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 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 工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他二爸说 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嘞 绍安首先发愁的是钱 没有办法 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 他找到了工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 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志工和刘根民 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 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 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 两位主任在这次会上 也受到了强烈刺激 别的工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 来参加会议 就他们工社是一户 而且还是个假的 他们来参加这个会 实在是脸上无光 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 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 元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 当时俗称夸父会 这一天元西县城一片热闹景象 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 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 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场 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 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 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都披红挂花 骑在高头大马上 一个个都被装扮得像状元肩驸马 人们都新奇地想挤钱去 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 夸父大游行开始了 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 满头大汗的跑个不停 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 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 这些被召来的全县最著名的乐人 唢呐上挽着红绸花 一个个都大显神通 腮帮子鼓得像拳头一般大 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家喧吼 四面八方鞭炮声骤起 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 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 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 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 像些新娘子似的 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 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 都搁着一台飞人牌缝纫机 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 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 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 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 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 他们跟在马匹后面像乌龟般慢慢地爬沿着 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 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 欢天喜地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 披红挂花的孙绍安骑在马上 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涨的爆炸声中 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 此刻她已经忘记了她是个冒充的冒尖户 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 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她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 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 等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 但她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 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 当然 果霸春节不久 她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 她在外面算是做生意 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 没有多少人知道 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 这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 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 赶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 不论怎样 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 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 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意儿 对于孩子来说 父亲永远是父亲 他们想念他热爱他 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来 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 人家的孩子盼过年 是为了吃好的 穿好的 为了红火热闹 他们盼过年 还有另外的想望 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待几天 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 比吃好 穿好 和红火热闹 更重要 孩子们也渐渐明白 最苦的要属母亲了 父亲一年不在家 母亲既忙家里的事 还要到山里去耕种 在通常的情况下 母亲既是他们的母亲 又是他们的父亲 尤其是夜晚 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 他们睡在土炕上 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睡在身边 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 心里也是踏实的 他们现在只能像小鸟一样 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 他们已懂得心疼母亲 总想让他因为他们而高兴 猫蛋已经十岁 在冠子村小学上二年级 他长得像他一意蓝香一样标致 母亲原来不准备让他上学 因为家里缺少帮手 他已经可以给大人寻常地短 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 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 说明上学在农村已不时尚 是啊 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 猫蛋二舅都读完了高中 现在也不得不到黄元去打短工 是大舅硬劝说他母亲让他上学的 猫蛋上了学 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 他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 做得端端正正 把腰板都挺疼了 因此刚入学四个月 就戴上了红领巾 母亲高兴地给他吃了三颗主鸡蛋 弟弟狗蛋已经八岁还没有去上学 整天跟妈妈到山里拾柴打猪草 已经担负起了男子汉的责任 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 他能看见人世间的苦难 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 带来莫大的安慰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 兰花的日子过得多么凄凉呀 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 家里山里辛勤操劳外 她一年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父爱 她三十来岁 正是身强体壮之时 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 但该死的男人 把她一个人丢在家 让她活受罪 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在温热的春夜里 兰花光身子躺在土炕上 牙齿痛苦地咬绝着背脚 翻过身 掉过身 无法入睡 在山里劳动 看着花间草丛中 成双成对的蝴蝶 她总要正正地发半天呆 兰花羡慕他们 哎 死满淫呢 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 只要整天在家里就好了 我能吃下苦 让我来侍候你 只要咱们晚上 能睡在一个被桶里 罐子村的男人们 都知道兰花活受罪 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 就企图填补王满淫留下的空缺 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兰花干点活 或者瞅机会到她家来串门 没话寻话地和她胡扯 在山里劳动的时候 兰花常能听见 不远处沟挖上 传来那酸溜溜的挑逗人的信天游 人家都是一对对 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 亲亲 卷心白菜起黄台 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 亲亲 打碗碗花儿就地地开 你把你的白脸脸调过来 亲亲 白个生生脸脸 弯个溜溜眉 你是哥哥的心垂垂 亲亲 满天星星只有一颗鸣 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 亲亲 干石板上的苦菜盼雨林 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门 亲亲 兰花听着酸歌 常常扫得满脸通红 她真想破口骂这些骚情小子 但人家又没说明是给她唱的 她凭什么骂人家呢 但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来敲她的门 这时候兰花就不客气了 为了不吵醒孩子 她穿好衣服留下炕 走到门背后 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 骂得狗血喷头 罐子村想来这里借光的人 先后都对兰花死了心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 使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 对那个二溜子男人保持着不二忠贞 只要他男人没死 兰花就会等待他回来 兰花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 辛劳着忍耐着 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和丈夫在一块住几天 几天的亲热 也就使他忘记了一年的苦难 他爱这个二溜子还像当初一样深切 归根结底 这是他的丈夫 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呢 今年和往年一样 一进入腊月 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 在老父亲和绍安的帮助下 兰花青年在地里收回不少粮食 看来下一年里不要再饿肚子 腊月中旬 他就做上了年茶饭 要让一家人过个好年 孩子们不时念叨着父亲 兰花兴奋地粘米磨面忙个不停 可是 一直到快要过春节了 王满银还没有回来 两个孩子天天到村中的公路边上 等待从黄园那里开过来的长途汽车 每当有车 从路边停下 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地跑过去 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 结果 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 向米家镇那里开走 车上下来的 都是别人家的父亲 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了 唯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 大年三十那天 兰花默默地做好了四个人的年饭 然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 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 立在公路边上 等待从黄园开过来的班车 村中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 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 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 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